如今 相爷 随我过来 沐飞 舅舅 列位先辈 明日将是我明家沉渊昭雪之日 这一日 我已经等了二十多年 小颜 您把我带到此处 是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有时候我竟不知 你和道乐 谁肯听我的话 道乐跟随我多年 忠心耿耿 可轮到不问缘由 俯首提耳 还是你比他强奸 三爷过奖 卢川受主若惊 再说道乐身为武将 而你身在太史局 要受到在朝中办事 终究是你方便性 三爷要办什么事吗 我想跟你商讨一下 册封大典的人手 和宾客安排 宾客 他是我明家旧部 文威殿大火 救我逃出生天的人 明忠 既然是保卫 你明家血脉的中产 那自然有资格 以冰客的身份 见证明家的血缘 远叔在册封大典的身份 并非是冰客 而是打杂的 运送酒水 以防陛下 把我们给毒死 三爷要如此戒备吗 陆川 你老实跟我说 这书信之中 只有方元一人的罪行吗 三爷在怀疑什么 这书信有来有往 有机有收 跟方元联络之人 一定十分重要 方元死于英丽之手 而刺客在他死后 搜查他在京都所有的罪证 所有的产业 可以见得 背后之人就是元凶 那个人急于销毁所有的证据 所向的用意 卢庄无从猜测 但书信是冬月所的 他怎么会欺瞒您呢 为了心爱之人 加以欺瞒 这种事情 我以前干的可多了 若是单凭一块玉玺 和骨肉亲情 就能让皇帝忏悔 那就根本不用冬月出手 太子就可以做到 他又如何会被软禁呢 这是我模仿自己写的左相书信 为了保险起见 我多离摸了一份 皇上驾到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你应该叫父皇啊 你是不是还不肯原谅朕 当年错信方元酿下的大错呀 军臣之力不可乱 册封大点尚未进行 华姐 陛下前端日子 不是还要除掉 我这个名家余孽吗 都怪朕 朕不知道你尚在人间 所以难免恨错难返 一意孤行 现如今你我父子相逢 乃是天意 朕又岂会逆天而行呢 这不 朕依你的请求 在文卫殿摆下家宴 你我父子先叙叙旧 然后再一起 前去你的册封大典可好 谢 父皇 那就入席吧 陛下小心 今日金玉满堂 你我父子团聚 来 把酒都买上 你们先退下吧 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道乐 你一整晚都紧张兮兮的 你是不是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皇帝把负责守卫的王统领 换成了他身边的副将 恐怕还是有所防范 皇帝和相爷机缘太甚 有所防范 也不应该是歹意吧 父皇特意在这文卫殿 举行佳宴 足见赤城之心 这杯敬父皇 好 来 儿臣 儿臣一直以冯家三郎的身份 在父皇身边 如今 终于可以在父皇身边 尽忠尽孝 可谓武汉 冬月姑娘 这杯酒朕要敬你 敬我 今日我父子团聚 你是鞠躬志伟啊 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 朕希望你 早日为皇家诞下子嗣 那也是大功一件哪 来 冬月多谢陛下 祝陛下福寿康宁 好 佳儿 佳席 朕心甚畏啊 好 父皇 这杯酒 我要敬一位故人 好 那朕 也敬这位故人一杯 我舅舅明前明大将军 他战守边关 热血中魂 却背负着通敌卖国的罪名 是我们答应对不起他 不是他对不起答应 你言下之意 不是大印对不起他 而是朕对不起他是吧 陛下 殿下只是回忆往事 并无冒犯陛下之意 是否对得起他 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儿臣只想知道 陛下 是否会信守承诺 给舅舅一家洗刷冤情呢 若是朕说 不 你会使君杀父吗 你 放心 别 酒里有问题 没错 你为明家平反 其实是缓兵至极 你是朕的亲儿子 却任由这个女人 拿着方圆的罪证相逼 还和同陆远同来威胁朕 你心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 是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真心悔过 朕对明家一门 推心致富 宠爱幽卧 可他明谦 却鞠躬自大 剑阅成性 朕一次次容忍换来的 却是一次次犯伤 不是朕对不起明谦 而是明谦对不起朕 皇宫重地 不得擅长 大人 我们是来给皇子殿下的册封大典 来助兴的 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圣上的口谕 我封陛下旨意来接他们 为皇子殿下准备惊喜 可是 可是什么 本统领已经查明 这些义人的身份绝无虚假 怎么 你是不相信本统领的话吗 卑职不敢 不敢还不敢快放行 是 是 在下刚才多喝了两杯 想去茅房 解决一下 册封大典随时会开始 任何人不得在场内随意走路 这要是册封大典开始了 在下憋不住了 可不是很难看 皇命不可为 今晚到底还会不会有册封大典 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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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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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 给他俩服下解药 在这里等着他们醒来 是 玉林军 是 把他们统统的押下去 所有羽林军听着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煽动 请父皇收回偿命 这 三弟 久等了 王董礼方清晰入宫 这是你安排的 不错 为名家平凡 王会万死不辞 只是 文卫殿 并非末将负责 相爷想要王统领负责的 并非文卫殿 而是道宫门接应 清晰率领的 太子清平 这是解药 给冬月等人服下 一会儿就行 原来是你把药给换了 宫要的不是我 而是一位旧人 不知道陛下 是否认的呢 太子殿下 你又是何人 名中容貌近毁 除了少主 恐怕没有人认识我 不过你这容貌 倒是给我提供了在厨房 调动人手的便利 原来你早有提供 陛下 我进来 我进来就能不能适合 你不要想要 你楼下来 你怎么能适合 你怎么回事 你不想要 你怎么想要 你不想要 我进来 你不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平安出来了 冯夕在哪里 儿个毫发无随 眼下 朕和父皇单独待在厢房之内 他真的没事吗 相爷看出了我们的把戏 但是他知道我们是一片好业 便将计就计了 少主 皇帝虽然害了冰家 可是他终究是你的父亲 只要他真心悔过 为明家平反昭雪 少主 不如让真相沉风吧 和相爷陛下光在一起的 是我拖用来的五十四块明家牌位 那便是相爷邀请的宾客 冬月 二哥和父皇 已经在里面待了很久了 也想能拦住他的 只有你 明家的血仇 缠绕了冯夕半生 我们没有人可以替他做决定 也没有人可以替他化解 我能做的 就只有相信他 我要你忏悔 忏悔到我满意 明倩 明倩 朕还记得 我们年少同窗时的情谊 朕虽然忍痛杀你 可是朕也痛心朕也后悔啊 明爱妃 这些年 我们每回 午夜梦回之际 也都想起你 都怪朕 全意熏心 勿害忠良 若你到了九泉之下 见到他们 还会说这样的虚言套话吗 人死灯灭 朕从来不信什么报应 也不信什么九泉相见 你已经害死他们这么多年 为什么还对他们如此怨恨 为什么 朕告诉你为什么 是因为妒忌 明天他百战百胜 明家的光辉盖过了朕的威夷 朕在这条至高至寒的道路上 一个人孤独地前行 为了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 朕抛下兄弟之疑 夫妻之情 你明白我的痛苦吧 你愿我救救鞠躬自傲 吴氏皇这 在他出征前便处处刁难他 可你知道吗 在他回朝之前 他就已经知道了 他九死一生了 没想到陛下 对我的猜忌已经那么深了 此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将军 大可不必回朝 你这是要我公然抗命吗 这是陛下苦苦相逼 将军若是回境恐会不测 是啊 我们明家军和皇帝的军队 可以分庭抗礼 将军的声望也是如日中天 我们就在此地安营扎寨 反眼生息 混账 你们知不知道 京中还有咱们的父母七小 我们明家世代忠良 誓死捍卫大印将军 难道要我明迁 做分疆裂土的乱臣贼子吗 将军 此犯回朝恐怕性命难保 舍我明家 以全天下明迁 无憾 这是真的吗 和舅舅的媒人 你还怀疑吗 她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但仍对你抱有一丝希望 我的母妃已是如此 可你呢 难道你就是这么回应 这一丝希望的吗 我时就快到了 我有唤起陛下的救星 明家才有一线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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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玉玺 是我皇子身份的证明 已是我母妃 对你有一次真情的见证 你还记不记得 孩子玩耍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要 竟然爬上朕的龙岸 去摸朕的玉玺 当然记得 当时着实吓坏了臣妾 那玉玺可是他能动的 不过幸好陛下没有怪罪 怎么会怪罪呢 朕疼他都来不及呢 这是朕特意找人为孩子定制的 朕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就叫喜儿 喜 喜字太过醒目 恐怕会招惹流言蜚语啊 怕什么 朕就要天下人都知道 朕最爱的就是喜儿 喜儿乖啊 喜儿乖 喜儿 笑了 你看 喜儿笑了 当我现在一看到他 却只能看到你的虚情假意 和冷酷绝情 你是我的沙漠仇人 但也是我的父亲 你一生万民之主 你一生万民之主 我若杀了你 会让百姓陷入水火 儿啊 你干什么 儿啊 儿 有什么 现在我地血还服 你我之间 一刀两端 不再是负资 这份绝情 和这个身份 还给你 儿啊 儿 喜儿 少主 没事吧 陛下 陛下 结束了 袁叔 你身份特殊 不宜在宫中久留 去找王统领出宫吧 谢谢你 若不是你陪在我身边 我根本就没办法放下心中的包袱 也放不下自己心中的仇恨 你大仇得报 心愿余了 我们走吧 好 我们出发 重新生活 陛下 陛下 快传太医 父皇 陛下 我 还没想过 你 我 不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为什么会这样 陛下刚才还龙体康剑呢 陛下变身患死 双眼泛红 口鼻流血 是中毒之状 太医 律师说 陛下是被下毒了 别妄下定论 前段时间陛下闭关炼丹 也可能是误食了丹药 诸位大人 伤心你们都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殿下 此事非同小可 不管这道人 所言是真是假 都应让大理寺查个清楚 在此之前 这殿中的人或物 都不可善动 委屈殿下暂留此处 配合大理寺查明真相 给天下百姓和文武百官一个交代 请见下如故 你们 不用再查了 这皇帝 是我杀的 你 你胡说什么 你 你 你刚刚跟陛下父子相认 怎么下手杀了自己的父皇 他是我的父皇 但他杀了我母亲害死明镜上相 我与他博公代田 你 不是 你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 二皇子殿下 你的言下之意 陛下是你一人所害 但太后 你都说是一定没有 你去哪里 我好想想想想 你去哪里 我让你搞定 你去哪里 我让你给杀了 你去哪里 我不想想 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如何 已经认罪 您看该如何处置他们 将他们二人打入大牢 我亲自审恩 是 来人 是 将他们二人押入大牢 是 上 走 把心带出宫 托人连夜快把家边 送往定元侯府 是 师父 你不和我一起走吗 我要先去把陆世子救出来 确保侯爷无后顾之忧 在劫南客栈等我 救了人 我自然会去找你 明白了 记住 小心行事 去吧 不知 问你 我 也不知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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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我 我心里心也是 看你心里心是 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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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都不可以 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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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夸 你愿意 你给我 那你再自然 不算罪责 只是多死一个人而已 当时在场的 除了皇帝 只有我们三个人 若我跟太子殿下都不是同谋 你根本刺杀不了皇帝 相反 他们还会起疑心 冬月 我原本会担心你的莲偶身 我担心我自己会慢慢变老 而你永远是这般模样 但是此刻 我多希望你的莲偶身 发挥他的灵力 曾经织手遮天的冯相爷 现在也要借助怪力乱神一说了 将他们两个带去刑房 太子殿下有话要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 MING PAO CANADA //